当前期借我25万不打借调 芸汐 这是我给你点的一杯美饰 芸汐 你跟我说差多少钱来着 就上次跟你说的呀 30万 我把基金的钱取出来了 这里25万在哪这吧 但是菜单你别写了 你就每个月还我一万块钱吧 能做到吗 做得到 芸汐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我真的没想到你真的会把钱寄给我 离婚的这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忏悔 我当初真的没有好好的珍惜和你在一起 我在想 芸汐 我们还能够回到过去 你别做那些了 还差5万块钱 我到时候有了会的时间告诉你 我也想要办法 但是我觉得现在 你赚钱也不容易 而且现在骗的太多了 不要大手大脚就差钱 现在没被人家骗 好好创业 你在创业的时候 你也要有时间都不得了 只要忙做得好办法 我会了 芸汐 你放心 你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会一心一意的把心思用在工作上 那芸汐 这是我给你买的苹果手机拿着吧 因为你这些手机不是老是卡着没内存吗 那我就给你买了一个T的 你之前怎么不给我呀 那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在吵架吗 然后呢 这是离婚之前买的 那天刚好这七夕嘛 嗯 也挺难为钱快拿着吧 那个芸汐 我现在要去给儿子做饭了 我我先回去了 哈 你在做一会儿 嗯 你心里头的未知 要不可及 的